50块钱给我 坐大巴车就花了35块钱 到山上就只有15块钱 但是当时很多工作呢 只限招绑地护考的 连进工厂都需要押金 自己交不起 所以就断断实实的 很难找到工作 后来也做过清洁工洗碗工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就在马路边大街上睡觉过夜 那今年您多大了呢 我今年是40多岁 具体是多少岁我也不知道 啊 岁是吗 对 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到一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妈妈呢 不好意思 妈妈在家乡 在老家 对 对 你自己就是生日他们也都 好像母亲可能不记得了 你自己不知道多大岁 多大 因为当时老乡带我出来 找工作的时候呢 要搞身份账 那个年代在家乡里不需要身份账 去搞身份账的时候 当时那个护考档案上的资料是空白的 工作人员帮我填上说 要满18岁才可以找工作 所以傅凡地你现在 在深圳就是有点零工 有点工作你就去做 没有的话 还靠石荒吗 剪破烂吗 这段时间呢 在街上认识了唱歌的那些唱级人朋友 我就去帮他们在街头唱歌 他们也带我回去一起住 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谢谢 听你唱歌的人多吗 我不好意思 其实从小虽然自己各方面的不大方便 但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和看书 也是音乐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看书让我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爱看书 爱音乐 对 现在了解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要给大家唱歌的对吗 对 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可以当上这么好的舞台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如果参加比赛啊或者是演习 一般都是要年轻漂亮或者是家庭背景很好的人才去参加 我二十年前到歌舞厅里面面试过 老师也叫我可以说去那里上班唱歌来 但是自己没有好的衣服 后来就那样就没有过去 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爱 谢谢 附传你准备好的话 属于你的一百秒表演时间可以开始了 谢谢大家 有没有一声传 能让你不绝望 唱一唱画画是何元来想梦一场 有人哭有人想 有人输有人浪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对着多少对你的知情话 什么就心不良 什么痛往苦掉 向前找就不可能会逃亡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对手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有太多盲人死心的追逐 你的苦我也有刚出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听我唱歌 谢谢 你帮我们吓着 师傅格当舞台好像评委 最多吧 不会超过三次 给表演者 站起来鼓掌 傅凡迪 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太棒 谢谢 谢谢你 我和你 说我就是我 问我 你